大家好,我是泳池专的小马哥 今天我们来讲讲泳池马赛克的拼图 泳池马赛克拼图一般主要是以蓝色调为主 主要的图案有海豚、海龟、远人鱼等海洋生物的图案 还有花卉类型、几何通型、卡通人物等等图案 泳池马赛克它做拼图一般 我们有玻璃、陶瓷作为它的一个主要的材质 然后根据我们泳池马赛克它图案的复杂程度 以及游泳池面积的大小 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规格来作为拼图的一个选择 首先我们讲讲48的 48主要是用在小区的景观池 以及水上乐园的儿童池会多一点 2525的规格狭语点 它做出来的图案就更加的细腻一点 主要用在别墅的泳池、健身会所的泳池 以及各种各样的儿童泳池 还有甚至更小的邀宁的泳池马赛克 它的图案就可以更加的丰富细腻 同时它铺贴的成本以及各种各样的成本 比之前的马赛克要更加的贵一点 还有一种的话就是比较特殊的 简花的马赛克 这种的简花都是根据小区利 简成叙叙如生的图案 这种的简花的马赛克它的成本是最高的 所以市面上不同的客户群体 它会对它自己的泳池 会进行一个选择不同的拼图的马赛克 来装饰它们的泳池 这些海龟啊海豚啊 然后这些不同的卡通人物的图案 能够给你的游泳池带来一种非常活泼 生动的一种景象 所以说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双方子 然后给大家推荐更多的适合你 游泳池的拼图马赛克 谢谢